眼前的这个黑妞正用中文向地球发送请求 华裔女人启动装置 另一边 黄毛将太空定位的陀螺仪安放就绪 黑子船长深吸一口气 眼睛难宣布 试验开始 能量光一层层向上充满对撞机 华裔女人看到仪表盘的数据 露出微笑 众人也松了口气 露出了笑容 突然 所有人被吸到屋顶又被重重摔落 接着监控视频上的地球消失了 胡子赶紧跑到窗前查看 窗外的宇宙一片空荡 不见地球踪影 很快 信号也被莫名切断 他们和地球上失去了联系 大家坐在一起 讨论了许久 也找不到原因 他们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地球已经诡异的消失了 大家的情绪还未平复 诡异的事情又来了 先是黄毛此前安放的陀螺仪不翼而飞 接着 华裔女人小姨又在墙里发现诡异的叫声 声音越来越大 众人闻声聚集到墙边 声音是从墙里传出来的 黑子船长和黄毛找来工具 拧掉固定墙面的螺丝 揭开面板 众人惊呆 一个陌生的女人被电线穿透身体 正在痛苦地嚎叫 大家剪断电线把女人救出 将她送上手术台 女人生死未卜 另一边 黄毛又碰上了怪事 她总觉得眼睛不舒服 于是对着镜子仔细检查 突然 她的眼球不受控制地跑到另一边 她使劲闭上眼睛 再睁开才回归原位 眼睛没事了 但黄毛脑子里又开始出现怪声 怪声给黄毛下达了一道命令 她悄悄地走到3D打印机前 打印了一把武器 然后来到控制室 拿枪指着眼镜男和小姨 逼他们交出空间站的控制权 突然 黄毛呕吐倒地 开始疯狂抽搐 眼镜和小姨把她带到医疗室 还未来得及治疗 黄毛又吐血不止 没多久就失去了心跳 更诡异的是 大家还从她的体内 发现了之前丢失的陀螺仪 与此同时 墙里的女人被救醒 大家在和她交谈的一番话中 了解到了空间站里有内奸 很快 黑子船长根据通信记录 确定了内鬼 他上前一拳撂倒眼镜男 并把他单独关了起来 但眼镜男却一直表示 自己什么都没有做 那究竟 谁 才是内奸呢 这个男人正在维修飞船 他把右手扶在金属墙上 突然 墙壁凹陷 把男人手臂吸了进去 他刚想求救 手臂却被吸得更深 男人想找支点用力 拔出手臂 不料整只手臂都被吸到了墙壁里 黑子船长见状 赶紧上前帮忙 男人却被神秘的力量 不停地来回拖拽 黑子船长使不上劲 这时 黑牛赶到 他和黑子船长抱紧男人 三人重重摔倒在地 男人以为自己得救 却发现黑牛和黑子船长 惊恐地盯着自己 男人低头一看 男人胳膊的断口整整齐齐 没有流血 更没有任何痛感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就在这时 飞船另一边 被认为是内鬼的大壮 发现了男人的胳膊 大家赶来 合力抓住胳膊 并把它罩在玻璃柜里 但这条胳膊貌似有独立的意识 居然想逃脱 大家傻了眼 虽然他们都是顶级科学家 但这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认知 大壮说出了自己大胆的猜想 他认为 是对撞机的启动 撕裂了宇宙时空 飞船上发生的怪事 可能是多重宇宙空间相互交叉 干扰造成的 顺着这个思路 他们果真找到了丢失的地球 但地球发来的信号显示 他们所在的空间站已经坠毁 也就是说 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另一个宇宙 他们所联系的地球 并不是他们原本宇宙中的地球 这个宇宙中 空间站试验失败 地球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既然不属于这个宇宙 那他们就必须得回到自己的宇宙 而回家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再次启动对撞机 但前提是 他们必须先修好对撞机 小伊很快发现了对撞机的问题 他独自来到冷却室 扒掉隔热布 电脑显示解除故障 突然冷却系统开启 大量的水灌入 小伊打不开操门 他赶紧向同事求助 水越来越多 很快淹没了小伊 同事们想尽办法 始终打不开门 水不断灌入冷却室 压力越来越大 突然 飞船外 窗玻璃被压碎 太空的低温 让冷却室内的水迅速凝结 小伊瞬间被冻死 众人来不及悲伤 多一分拖延就多一分危险 他们必须找人接替小伊的工作 于是 此前被他们从墙里救出的金发妹 接替了小伊的工作 但金发妹作为另一个宇宙的人 会甘愿把大家送回原来的宇宙吗 这个男人用胶枪对准飞船钢架 搭上一层厚厚的金属胶 接着 他用粒子转变器接触胶体 金属胶瞬间被凝固 黑牛接到男人信息 通知同事们待命 一场外太空的粒子对撞试验即将开启 如果成功 他们将穿越平行宇宙回到自己的宇宙时空 一切准备就绪 突然 男人被巨大的磁力吸到门上 他赶紧扔掉身上的金属 幸运脱险 男人上前查看 就在此时 他身后的金属融化 变成一条条手臂 慢慢靠近他 突然将他缠住 并一点点进入他的身体 紧接着 气罐爆炸 空间站遭受重创 为了避免空间站遭受更大损伤 黑子船长决定把破损的空间站分离 他们穿好宇航服 打开舱门 太空中飘满了残骸碎片 挂上缆绳 他们艰难的前行 好不容易靠近了分离装置 但装置必须在空间站外启动 而且启动前必须关闭舱门 船长把两位同伴反锁在舱内 毅然的启动了分离装置 他牺牲了自己 和空间站残骸一起 消失在宇宙深处 再次准备就绪 粒子对撞机即将启动 但金发妹却突然打晕黑妞 又用枪击倒了光头男 并抢走空间站钥匙 被枪身惊醒的黑妞闻声赶来 光头男痛苦地在地上挣扎 黑妞无奈地看着她断气 突然又是一声枪响 黑妞赶紧追过去 这时小帅已被金发妹打倒在地 黑妞劝她别再杀人 金发妹说 她要回到自己的宇宙 因为在金发妹的宇宙中 空间站已经坠毁 为了拯救自己宇宙中的地球 她只有牺牲所有人 说完 金发妹调转枪口对准黑妞 地上的小帅趁机抄起扳手 女神压住金发妹让黑妞赶紧逃 纠缠中 小帅被再次打伤 金发妹继续追赶黑妞 黑妞躲在暗处冲出 两人扭打在一起 黑妞拿到枪冲着屏幕射击 空间站气压周边 女人被吸了过去 黑妞关上了舱门 女人被抛出空间站 她救起受伤的小帅 两人再次启动对撞机 随着剧烈的颤抖 他们再一次穿越平行宇宙 见到消失已久的地球 两人没有多想朝着地球飞去 但他们并不知道地球那边 早已是人间地狱 将骆舱慢慢靠近地球 云层中一只怪物探出了头